横飘魂穿,从跑龙套到洪荒散仙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刘峰,是一位在横电影视程打拼多年的资深横飘 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荧幕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现实却让他一次次失望 他总饰演一些跑龙套的小角色,别说出名了,有时候连台词都没有 即便如此,他依然怀揣着对演戏的热爱,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那一天,横电片场如往常一样热闹非凡 刘峰参加了一场古装戏的群演,扮演一位路人甲 正在片场走动时,突然有一匹失控的马冲向了正在拍戏的女主角 眼看着情况危急,刘峰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将女主角推开,自己却被马撞飞,重重地摔在地上 随着周围人的惊呼声,刘峰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模糊,眼前的一切变得渐渐模糊 他知道,自己这次恐怕是真的玩完了 然而,当刘峰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躺在医院里,而是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这里充满着浓郁的灵气,四周青山绿水,弥漫着一种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仙气 刘峰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竟然穿着一身古装,手中还拿着一件金灿灿的法宝,落宝金钱 刘峰愣了一下,随后恍然大悟,自己竟然浑穿到了洪荒世界 他低头看着手中的落宝金钱,这不是传说中能够让对手法宝掉落的神兵利器吗? 但更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身份竟然是萧生,一位名不见金传的小仙 萧生是谁? 刘峰一边努力回忆,一边开始搜索自己零散的记忆 萧生是武夷山一个跑龙套的小散仙,手持落宝金钱,能让敌人的法宝落地 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在一些古老的神话故事中,他也算有一席之地 然而,这个角色却跟自己在现实中的境遇和其相似,都是跑龙套的命 想到这里,刘峰不禁苦笑了一下,心想自己可真是命运多舛 现实中是跑龙套,魂穿到洪荒还是个跑龙套的小仙 然而,随着他开始逐渐适应这个陌生的世界,他发现,成为萧生其实也未必是件坏事 这个世界虽然充满危险,但也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奇遇的世界 作为一位散仙,他可以在天地间自由翱翔,不受凡尘俗事的束缚 最重要的是,作为仙人,他可以长生不老 这对于曾经在现实世界中苦苦挣扎的刘峰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生活 刘峰很快接受了这一现实,并开始积极适应新的生活 他学会了如何使用洛宝金钱这件法宝,并且通过观察和修炼,逐渐掌握了各种先术 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不少其他的仙人,与他们切磋记忆,分享心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峰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小散仙 他决心要在这个洪荒世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过去,他在现实世界里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现在,他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和无限的潜力 他不愿再过那种默默无闻的生活 刘峰开始四处寻找机遇,并逐渐在洪荒世界中展露头角 他不仅利用洛宝金钱屡次战胜强敌 还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一起组队探索洪荒的险的,寻找远古遗迹和宝藏 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在这个过程中,刘峰逐渐脱胎换骨 从一个跑龙套的小仙,成长为一位真正的强者 他的名声开始在洪荒世界中传开 许多曾经瞧不起他的人如今都对他刮目相看 他不仅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和伙伴 还发现了许多修仙的秘密,让自己变得更强 然而,随着实力的增强 刘峰也开始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尽的斗争和权谋 稍有不慎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每当他感到困难重重时 他都会回想起自己曾经在片场的跑龙套经历 那些磨练过他的岁月让他学会了坚韧和不屈 这些品质成为了他在洪荒世界中生存下去的重要武器 最终,刘峰在一次惊险的冒险中 成功夺得了一件传说中的至宝,风神宝 这件宝物不仅赋予了他更强大的力量 还让他掌握了洪荒世界的命运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散仙 而是一位能够改变天地格局的强大存在 故事的最后 刘峰站在洪荒世界的一座高山之巅 俯瞰着整个世界 他的目光中透着无比的坚定 心中却已经不再有过去的那种迷茫和不安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强者 拥有了自己所梦想的一切 并且懂得了如何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然而,刘峰也明白 洪荒世界的冒险远未结束 未来还有无数的挑战在等待着他 但他不再畏惧 因为他知道,不论是现实世界中的跑龙套 还是洪荒世界中的散仙 真正决定命运的 始终是自己的勇气和智慧 刘峰轻轻笑了笑 拿起手中的落宝金钱 转身离开了山巅 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云雾之中 开始了新的冒险 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配角 而是这个洪荒世界中当之无愧的主角 就是这个洪荒世界中的洪荒世界